嘻嘻嘻嘻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哈姆華的來玩這款 深淵破壞神 呃 普通難度喔 哇咧 又是像素喔 選擇你第一位 不死英雄吸血鬼 只能戰鬥是不是 欸 調整是什麼 沒有暗說 元素大陸一共有五座島 選擇第一座島 棄之大陸 呃 棄之大陸是人族佔領 欸 有點大聲 小聲一點 調整一下 呃 我不知道幹嘛欸 這個 對敵人目標造成一次50%的突襲傷害 然後咧 這邊有遊俠 我正在理解這些文字的敘述啦 要跟他打是不是 直接是用 卡牌來戰鬥啊 卡牌護撞 然後有一些技能特效 然後技能好像會 隨 會依序施放 然後可能又冷卻吧 是不是 哇 這是什麼放置卡牌遊戲啊 對啊 你看這邊有冷卻啊 4 5 1 5 7 1 這個是一級 看不懂 我們現在在衛靈狐 十之二 這遊戲也是蠻另類的啦 也是蠻另類的 下載次數100加而已啊 4月25日更新 我前幾天下載的 哇 他是4月24日發布的喔 反正我前幾天有看到 然後這個名字好像沒玩過 我就先載起來 那今天是5月1號啦 5月1號 勞動節嘛 勞動節有放假啊 也沒什麼新有可以玩 好 戰鬥勝利 好像有一些裝備是不是啊 可以裝備嗎 不知道 不知道 好 戰鬥 戰鬥是退出我 退出是為投降 我以為啦 直接投降是怎樣 我們一個一個來點吧 喔 這是戰鬥是不是 文字敘述 對方施放了什麼 然後我們做了什麼事情 好 我想說對方打我們 先不管 先不管 讓他自己打 然後這邊是靜音 音樂音效吧 然後這是問號 教學 回合制戰鬥 主動技能 天賦 裝備 光卡 我覺得這種遊戲就感覺像是 那種 小型工作室自己做的手遊 那種個人 個人的那種 幾個人做出來的手遊吧 因為他的那個介面就比較特別 然後玩法也比較不一樣 跟那種大量複製貼上換P手遊不太一樣 而且他的那個角色給我感覺也比較 越來越有點AI 立繪啊 現在這種立繪都可以用AI 只是他的畫風是比較有點水墨是不是 有點那種 呃 油漆畫 哇 有點漆畫的感覺 我目前已經達到149 我們把衛林虎幹掉吧 打過再說 好 十之石 精英稍微 有點吵啊 小心一點 他有嘲諷 目前都一多一而已啊 就你一下我一下 你一下我一下 我拿了這麼多東西咧 待會要來穿一下裝備啊 今天玩的都是一些比較奇怪的手遊啊 剛玩那個Lupio 圍圈英雄喔 不過那個玩法我之前也玩過類似的 好 我們征服了衛林虎 可以在設置裡面調圍 自動跳過 然後幫我們生產那個掛擊獎勵喔 OK 掛擊獎勵 建造一下是不是 集市 英雄的調整 技能 裝備 天賦 好 反正我是吸血鬼 這我剛說的那個畫風嘛 AI立繪也是可以去設定那個畫風的 他要盡量一致這樣 好 我們先穿一下裝備吧 我應該是不能盾牌吧 因為我是吸血鬼法師的感覺 欸 可以啊 欸 為什麼 中盾不能用是不是 這是稻草人專用啦 別的角色專用的 然後這個就沒有直接限制 這又是稻草人啦 我現在只有吸血鬼啊 那這是我們這個吸血鬼 不死族 皮膚 嗜血少女 有沒有 其實他就是 地會會 臉會有點不一樣 大家有發現嗎 其實是 不太 不太一致的 因為如果你換皮膚的話 應該是臉啊 應該要一致 所以我才說這種可能也都是AI化的 現在一個人就可以做遊戲了 厲害厲害厲害 那這個技能是怎樣 使用 升級 哦 我們這個碎石什麼 尖刺二級啦 就是剛剛的一些技能嘛 而且我是吸血鬼 我為什麼都是用一些土系的法術啊 那也蠻奇怪的 全部都土系的 然後裝備已經穿了嘛 天賦的貨啊 呃 不知道 召喚骷髏士兵 然後這是 武器傷害加1% 也太爛了吧 那感覺是被動 然後這是 反正我現在還要2點 這也是被動 我們這個應該是 召喚骷髏士兵哦 這個應該還不能學吧 我等級應該還不到吧 這20幾耶 你還不能學 鎖起來 20幾才能學 然後這邊有蟲子 天賦有三個啦 就墓園 先學 吸血 吸血本人 吸血本人 然後奪魂 奪魂 學習 我也不知道幹嘛 先學啦 先隨便學 學了它這邊就顯示1級啊 好 看一下概況 然後技能的話 沒有出現在這 那這邊有一些加成效果 這邊它沒有在列表說我到底是整個技能的狀態是怎樣 感覺天賦好像都是被動啦 這是不是會有一些 有外的效果吧 好 這是吸血鬼 我們來看一下英雄 吸血鬼 墮落巫師 打彈一下 稻草人 斷魔人 OK 我們打擦一下 靈土的話 目前我現在是 是 剛 有佔領的一個 衛靈狐嘛 那你要升級的話需要這些資源 然後寶箱還沒開 任務還沒開 更多 設定 再看一下 教程 雲儲 這個要存檔 哇好單機啊 你不存檔會不見啊 是不是 進來還有兌換碼 深淵破壞神 或者是暗黑破壞神而已 好競技場還沒開 這是 收益 收益 沒了 啊 調整就是去調這些有的沒的嘛 技能啊 裝備啊 天賦啊 那我們直接戰鬥 然後我們現在選的大陸是還在氣智大陸 裡面有那個 光陰神殿 我們剛剛衛靈魂打完了嘛 我們來打一下光陰神殿 這邊看起來是光陰神殿的一些 怪吧 一些敵人 也是 十關啦 覺得應該還是輕鬆過吧 為什麼你可以一直打我啊 這樣大家應該會玩了吧 這遊戲 可惡一直有貪 喝一下水 好已經沒有 沒有加速沒有加速的地方哦 那個是怎樣 退出嘛 那我不知道退出之後那個東西會不會帶走 應該是可以帶走吧 不然我打不過怎麼辦 打不過啊東西就拿不到啊不就永遠打不過 永遠沒辦法強化 我發現我越打越快了 比剛剛還要強 因為剛開始我們一級然後什麼都沒有 我現在四級 然後這個游瑕是三級 下面這個應該是他的血條 我會吸血條 60滴啊我現在400多滴 幾乎沒受傷 因為我會吸血 我剛剛有學那個吸血 我是吸血鬼 當然會吸血 吸血鬼 再不吸血鬼就糟了 好啦就是一個 比較簡易的 偏文字的放置卡 放置掛機遊戲 沒有什麼華麗的戰鬥畫面哦 就很純粹的掛機 哇一直打我 秘術學徒 反正我又拿到一些裝備啦 待會我沒有可以穿啊 這邊還有金色的 但是有分職業 待會再看看可不可以穿 那那些英雄的話 可能就是慢慢會解鎖吧 這個遊戲怎麼賺錢啊 我是說這個遊戲他要怎麼去 獲取台幣 他沒有廣告耶 沒看到廣告啊 沒看到商城耶 聽他著想啊 奇怪 這遊戲要怎麼賺錢 遊戲要怎麼賺我們的錢 對不對 你看這簡單啦 跟剛剛一樣嘛 那我們就 通關了吧對不對 我們可以建造了吧 你看這邊有原石啊 原石原石還有聖學 什麼東西啊 還沒有資源啊 天啊 怎麼怎麼懶啊 我到底蓋了沒啊 我已經有了是不是 我已經有了啦 有了啦 我想說奇怪 怎麼蓋了之後 還要還要一直跳出拆除啊 等一下這個 下一個等級啊 我就要升級啊 升不了級啊 這個升級升不了級 就要拆除 我已經一級了 然後產生這個原石啊 然後完全免費 沒有商城耶 天啊 關於我們來看一下 是不是我說的是 小型工作室啊 小作坊 有沒有有沒有 我猜對了吧 摸魚遊戲工作室 Discord 我就說他給我感覺就是那種 可能小團隊 幾個人做的遊戲 所以就XXX工作室 那工作室可能就是5個人左右吧 因為這給我感覺就不是那種 大作 然後也不是那種換皮手有 換皮手有 他們就是一堆人 然後一直執照同樣的 一直做同樣的東西 分工合作 就每天玩到一些換皮放置卡牌 或是免洗MMO 那一種不是工作室能做的 那還是要很多人去分工合作 把它快速的做出來 那這個介面啊 玩法 不是介面只是 整個介面案法什麼都 給我感覺就是很小型的工作室 完全被我猜到 那 而且他還沒有自己存檔 你要自己存檔 排行榜是怎樣 沒有人是不是 沒有人是不是 沒有什麼人啊 沒有人耶 怎麼那麼少人啊 不愧是100家下載次數 都沒有打廣告 這個打廣告會虧爆 因為就沒有資金了 沒有資金 你要怎麼打廣告對不對 你就已經沒有資源了 你還花錢打廣告 那你就 直接虧爆 感覺越來越難打了 沒那麼好打 對面5級啊 而且不太好打 我也5級啊 不過我會吸血 還是可以 啊我忘記穿那個了 我們退出看看 退出的話 不知道那個 裝備會不會帶出來 一樣我們就穿裝備 對啦 New的把他穿上去 我也不知道誰好 喔這邊有屬性變換前後 綠字應該是變強吧 喔綠字應該是變強 沒有他幫你分析一下 好那我們就玩到這邊吧 我是哈姆喜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訂閱點贊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掰掰 有還四次 Buffalo 我們下期見